人民信托局五名高官被揭发贪污滥权的案件 调查持续进行 反贪污委员会今天表示 当局的调查进度已经完成99% 报告接下来将成交法律和起诉处 以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阿莫库塞里今天出席活动推介里之后 在记者会上指出 至于第二个和信用卡消费有关的案件 则还在调查当中 他拒绝透露更多的详情 只是说反贪污将会从行政方面 调查信用卡的使用 是否可以用于个人或是公务目的 我们还在拖绝资设计 我们还在拖绝资设